早晨 狐狸与小鸡又不是生物货 亦都不是小朋友的儿童故事 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圣经 请我们做一次同心我们一同一祈祷 希望我们做一次多谢你 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 劝勉教导安慰挑战激励改变我们 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马斯说过一句名句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他的意思不是完全否定宗教 就好像鸦片一样 当一个人病的时候 很辛苦很痛的时候 医生会给他一些鸦片 或者给他一些止痛剂 让他舒缓一下 让他舒服一些 一个病人是需要 有这些止痛剂 但如果一个人健健康康 好地地 你要吃鸦片 这个鸦片就成为有害 同样 马斯的意思就是 当一个国家 当一个社会 是有病 人民很痛苦 人民没得吃 人民没有自由 人民是很不安乐的时候 宗教可能给他一些安慰 宗教可能给他一些鼓励 他想到将来上天堂的时候 或者会好好 稍微心里有些安慰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是健康的 这个社会人人都是安居乐业的 宗教就成为了有害的一个东西 是对人民极之不利的 所以你发觉 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对这个宗教的政策 是有两种的看法 一种就是叫做 但是当社会开始建立稳定 权力已经很稳妥的时候 他就觉得宗教对他来的一个 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他就要采取一种 所谓打压的政策 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从立国之后 都是采取这个宗教的政策 就是这种的务实和理想 两种不同的政策 在1949年 中国解放之后 国家仍然一片混乱 一方面国民党还有残余分子 另一方面经济不稳 工商业蕭条 在1950年 单是由1月至4月之间 就有14个城市 这14个城市里面 就有2945家工厂倒闭 9347家商户是关闭 当时国家还需要人才 所以 无论你是民主派 资本家 宗教人士 都可以参与这个建国 这是一个实务 一个政策的时期 是比较宽闻一些 韩战结束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结束 政权开始稳定 于是 就开始走向一个理想的政策 在1951年10月 刚刚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结束 或者是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 毛泽东说的一句说话 他说 我们在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 和镇压 反革命三大运动里面 取得伟大的胜利 于是 他就开始转变这个政策 打压这个社会 接着就是这个所谓三字教会的成立 三字教会的成立 要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教会的领袖 出来是签一份书 你赞不赞成这个三字教会的宣言 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 来分出哪些是敌 哪些是有 当时在教会里面 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这三种不同的看法 可以说是 整个这三个不同的领袖的看法 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教会里面 一般的看法 但这种看法是以黄明道为主的 黄明道是坚决反制三字教会 是绝对不赞成参加三字教会 也不愿意加入任何由政府组织的宗教组织 不是因为政治理由 不是因为反对共产党 是因为信仰的问题 在195年6月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一篇文章 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 他说我们不能够参加这个三字教会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三字教会里面大多数的领袖 是属于无神论者 是他的神学立场 是现代派 黄明道称之为是不信派 信与不信不能同负因压 所以我们不能够跟偽装的基督徒在一起去搞一个这样的教会 所以他就这样的说法 我们不和这些不信派有任何联合 或者参加他们任何的组织 其次他认为基督教的合一 不是外表上组织的合一 是灵里面的合一 如果你和我真是信主的时候 忠诚是奉的时候 就算我们不是同一个教会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将来在天堂里面都是见面 合一不是一个组织的合一 不是uniformity 是unity 是灵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合一 他以为教会早期都是这样的 早期的所有的教会 不是一定需要一个好组织 而是所有的有同样信仰的人 在主里面就已经是一个合一 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参加这个三次教会 他所主领的北京的基督徒会堂 也都不会参加任何教会 或者那些中国人会说 你不能和外国有任何的势力来往 王明道说我们的教会 由始至终 由开始 由零开始至到现在 他说完全是自养自立自 自己负责自己的 我们没有受任何外国的人 一个银子 一个仙的资助 完全是三次教会 所以他说 我们是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犧牲 无论是歪曲的 无论是无告的 是吓不到我们 我们始终是不会向任何这些的撒旦低头 所以王明道称为一个铜皮切骨的 是一个很硬正的 去坚守他自己的信仰的 除了北京的王明道之外 广州的林宪高也是其中一个代表 第二个反应就是地方教会的毅托胜 毅托胜是这个小朋友教会的主持人 毅托胜在中国教会的影响 远远大于王明道 他的教会里面大概有六七万的信仲 有四百多间的中国的家庭教会 分布在中国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解放的时候 当时毅托胜是在香港 有很多人就勸他 你不要回中国 你留在香港 你是香港的目会 毅托胜说 他说我怎么可以去离开呢 他就用了这一段圣经 就好像一只母鸡一样 见到那些小鸡到处流淌的时候 我怎么可以忍心这些小鸡到处去呢 所以我要回到中国 好像做了一个母鸡一样 在我翅膀之下护卫着他们 所以他就回到中国 我回到中国的时候 因为很可能她的太太的舅舅 是一个共产党员 她的亲戚就告诉你 中国是一个宽大的政策 对宗教会 所以他就开始想一个方法 他说会不会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三字教会大多数是不信派的 或者是新派的 或者是自由派的 不是真的坚信圣经 我如果能够统领造这个三字教会 如果我能够做到三字教会的领袖 我就可以带你整个中国教会 走向这个福音派 走向这个坚信圣经 会不会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毅托先生就开始做两样积极两样东西 第一 他就联络很多福音派的信徒 他会和中国内地会联络 他会和宣度会联络 他会和波道会联络 和其他教会联络 希望通过这些 去组织一个强义 有力的一个势力 甚至是蓋过了这些自由派的人士 可以统领了这个三字教会 于是中国的教会 就会因此而大大的兴旺 而事实上在1950年至1953年 中国的教会是大大的复兴 很多很多人信耶稣 另一方面他也想到 但我如果要加入这个三字教会的时候 我需要得到国家的一个信任 所以当时他就主动的 带领所有的这个家庭教会的人 去签名这个宣言 效法这个中国 而且还出去游街 在这个抗美援朝 一个打仗的时候 他带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去游街 而且捐了数以千万银 去资助这个抗美援朝 这个政策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 他以为这样 他就可以能够带领整个中国的教会 走向一个福音更加慢进的 他想都想不到 其实这是虚招 到了1951年的时候 中国开始有些叫做控诉大会 什么叫控诉大会 控诉大会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控诉你的主 控诉你的家人 控诉你的老板 控诉你教会你的领袖 当时大使教会就有很多控诉大会 而这个尼托星也都是被人控诉 在这个时候 尼托星开始发觉到 他所想法是错了 其实不是三字教会 只不过也是政府的一个政治工具 于是他有180度转态 就离开了这个三字教会 自己宣告反对的三字教会 这个是第二个说法 第二个不同的看法 第三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有大多数的 都是当时我们叫做主流教会 或者是以青年会为主的 这个吴耀宗 是当时的三字教会的主席 吴耀宗说过 他唯一能够去解救中国的 就是这个新中国 所以他一百分之九十九 觉得他应该去维护 他就成为了这个 这个三字教会的主席 除了这些所谓比较自由派的教会之外 官方的教会有陈崇归 杨少堂 其他有名的一些牧师 也都是加入了 其中他的原因就是 北京有很多妓女 国民党几十年都搞不定那些妓女 但是中华人民国成了 三个月就已经剷掉所有的妓女 所以他觉得在道德上 是应该值得去支援 或者我们会问 结果是怎样的 三种不同的看法 面对着一个新的中国的时候 他们的结果是怎样的 一九五年 王明杜被捕 一年之后出狱 后来又再被告 判无期徒刑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 坐了二十三年牢 才放出来 他太太刘景文被判十五年的徒刑 他们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说去反革命 其实完全跟革命没有关系 是因为他们的信 毅托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 五三年被判 偷视国家之财 一百七十二亿元 我不知道那条数是怎样计算 他会骗到政府一百七十二亿元 真是很厉害 后来他就死于欲中 而他所创立的家庭教会 也都好像散散一样 不少的其他的领袖 包括陈崇归 也都是被打打压 杨少堂更加是被骆去怒改 在怒改期间心臟病发生 吴耀宗又怎样呢 吴耀宗是政府捧起的一个领袖 和周恩来很密切关系 打到民家的时候被捕下狱 正如他的儿子有一次 狄三凡市演讲的时候 他说他父亲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似乎教会是立党的 似乎教会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 有谁会立党 在一九四九年 整个中国只有八十万的基督徒 到一九八零年稍微开放的时候 已经有一百万 九零年的时候有三百万 到今天有七千万至九千万的基督徒 在中国的地方里面 教会无论在风雨打压里面 仍然压纳不跌倒 昔日在罗马时代的教会被打压的时候 一样是这样 在世界的历史里面 在教会历史里面 看到无数的一些例子 就好像我们中国教会一样 好像苏联的教会一样 在史太林时代被极打压的时候 或者在中国极打压的时候 你会发觉教会 是反而成为一个最大增长的时间 相反来说 当教会是稳稳妥妥妥的时候 那个自治在在的时候 那个有就来一下 没有就不来一下 我在刚刚大概是1980年 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去越南 去帮一些的教会 越南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说 越南的教会最兴旺是几个时候 最兴旺就是刚刚解放的时候 受到最大打压的时候 当时那群基督徒 个个都是一个完全丢身 教会就越来越多人了 后来教会开始打压少一点 开放多一点 教会就开始落落 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教会 我们可以很自由来崇拜 我们也可以很自由去敬拜 我们的主耶稣 没有人会告诉你 你不可以去 但是你看看今天的美国教会里面 我们很安逸 非常非常安逸 反而不是很看重我们的信仰 今天在中国里面 有些人走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去崇拜 都是这样去的 但是我们天阴 今天不来 下雨也不来 子女考试我不来 今天有些肚不舒服不来 气多些我又不来 我想我们不是很看重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 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 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鼓励 上帝所建立的教会 阴间的权兵不能够升过去 在这里我们看一看 第31节 狐狸的无能 31节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力错人对耶稣说 离开者女去罢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首先我们明白这件事的处境是什么 在9章51节开始 路加福音就记在一个很重要的 整个福音书里面的展开点 耶稣被接到上天上的日子 快要到了 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 9章51节 一直到19章44节 就讲述耶稣如何 开始进入到耶路撒冷 被钉死 在9章 耶稣就做了这样的预言 他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和民事弃绝 并要被杀 第三日复活 所以这段圣经重要的主题 就是说到耶稣受死和牺牲 由9章开始 路加福音第9章 一直到19章 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 去耶路撒冷不是游戒 去耶路撒冷不是去示威 去耶路撒冷不是去做什么 是去死 是被钉死在十字架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正如他说人子必须要受苦 被钉死 第三日复活 就在这个时候 在13章31节 正当那时 有几个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离开这地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表面上看来 那些法利塞人的警告很友善 很有心 耶稣说 走 死 那些希律要杀你 但看深一层 你以为法利塞人真的这么好人 不是 你看整本 《路加福音》 你就发觉法利塞人 始终都是敌党耶稣 第十一章 37节也说敌党耶稣 十二章第一节也说 十四章第一节 十五章一节 十二节 十六章 全部是敌党耶稣 如果既然是敌党耶稣 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 好像很好心地走来说耶稣 耶稣走了 有人想杀你 还不走 要走 那我们要看一看 他杀他的原因是什么 耶稣在这个时候 在做什么 原因很简单 他就用希律做挡箭牌 你走了 因为希律要杀你 叫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不要去耶路撒冷 希律要杀你 希律是谁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 就告诉你 希律就是加利利的分封王 是一个土王 是希律大帝的儿子 希律的安提伯 还记得这个故事呢 当他的太太 希罗底 是他的侄女 又是他的嫂 他就抢了他的嫂 和他的侄女结婚 这个就是希律 这个就是希律 当时 施洗约翰就批评他 说他这样乱伦 不行 他怒起来 就把约翰困在监里面 于是约翰就坐牢 有一次在他的生日会里面 希律的女儿就出来跳舞 就是娱乐 就是跳舞 跳完舞之后 希律就喝了两杯 有些醉意 于是就跟他说 你跳舞跳得好 我给你礼物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 于是 希律大帝的女儿就问妈妈 要什么 希律大帝想就想到若翰 若翰批评我 说我嫁给希律 于是他说我要若翰的头 于是希律没办法 就将若翰斩了手 将头交上 这个就是希律 希律是象征一个邪恶的政治势力 所以耶稣称为什么 狐狸来的 我们中国人一提起狐狸 就想到什么 狐狸 什么叫狐狸精 我们中国人说狐狸是鼓滑 中国人所说的是鼓滑 就是阴湿 就是狡猾 但是对一个犹太人来说 狐狸是象征无能 是无能力 这个正是耶稣的意思 希律在神的眼光来说 是一个无能者 希律去敌党上的计划 你开玩笑 就是好像有人跟我说 狐狐狸你想着 我想着 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堂 找四个弟兄姊妹 组了一个篮球队 去挑战warrior 于是你说 你正式是狐狸 你开玩笑 我们怎么打 现在 这个法利赛人说 你不怕希律 希律杀你 你不要上去 耶稣就说 这个狐狸 一个无能的人 他可以能够敌党上帝的计划吗 事实上我们看看历史 不少的帝王 以为用高压手段 就可以消灭基督教 打压基督教会 但是 都是显出他们完全无能 罗马时代 迫害信徒 将他丢在狮子坑里面 但是 头过二百年 是教会增长最快的时候 中国的教会何尚迷 好像我刚才所说 今天中国的教会 几多几多人 厥自信主 所以诗篇第二篇说得好 向外邦为什麽争辩 万民为什麽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关云 一齐起来 臣在一同的相语 要敌党耶和华 并他的受告者 说 我们 要 踩着他们 增碍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承索 那就是天上的 就痴笑他们 因为他们是狐狸 无能 跟上帝去斗 你是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开玩笑 第二 基督是无据 狐狸是无能 任何的政治势力 以为可以能够 将上帝的计划 完全消去的时候 这个是开玩笑 但是基督他是无据 我们看32-33 耶稣说 你们先去告诉那个狐狸 今天明天 我赶鬼自病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就了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耶稣这句说话 就有些奇奇怪怪 不知所谓 不知道什么 首先 我们要明白成句的意思 我们就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这个字就叫做成就 成就 希腊文叫做Tereoma Tereom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完成 你很辛苦做一件事 哇 終于完成 我后一 乱草还生 乱了大龙 我说不行 我要做一个计划 我每日要做一块 整好它 做了一个月 完成了 全部搞定了 要完成 我 三年前 去休 我说不行 我要去读书 很久没读过书了 于是我回到香港大学读书 终于 12月3日 毕业礼 我们去毕业了 我对我来说 完成 你去朝着这个目的 你要做一件事 你完成了 这就叫做完成 而且 他还要加上一句 他必须完成 希腊文字 day day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完成 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 他一定会完成 他所告的事 因为他是上帝 希腊 花里塞人 想要耶稣离开耶路撒冷 叫上帝的计划不成就 是不可能 会完全失败 怎样完成呢 耶稣就跟着说 今天 明天 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就了 他说什么 今天 明天 第三天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的看法 就是说 第三天 指耶稣的复活 耶稣被钉死 三天之后复活 今天 明天 就是说现在 最近的现在 最近的现在 我会做这样 我仍要传道 我仍要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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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到被钉死 第三天复活了之后 我就大功告成 这是第一种的说法 第三天 这个字 是解成耶稣三天复活 有另一个解法 不是 第三天 是后日 今日 明天 后日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耶稣就说 今天 明天 跟着后面的句话说后天 所以就不是指到第三天耶稣復復是说后天 如果是说后天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说上帝已经定了这个计划 我定了我就跟着他做了 今天做些什么 明天做什么 后天做些什么 我就跟着他做 我不需要去担心有任何的东西 我只是知道一件事上帝叫我去做 我就去完成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就觉得第二个解释会好 我记得 很多年前 1972年 我就觉得上帝呼召我 去做传道人 我就毅然离开了香港 跟我太太一起去到菲律德尔菲 这个Westminster Seminary去读书 我第一次上堂 一个很出名的教授 叫做Goninius Ventil 他是教哲学 神学 和护教学 他一直上堂 我一直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完全 因为我大学读过中国哲学 没有什么读过西洋哲学 他说的东西 我完全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说死了 再看看周围的同学 他都举手问问题 我连他问的问题 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说死了 三年开始的时候怎么捱 我去找教授 他说我受中国文化 没有受过西方之河 他说好人 永远是好人 他说 那我就勤励点了 我说那我就勤励点了 没办法了 我勤励点的时候 暂时开始明白一点 但是都很担心 直至有一人 是一个教授 在祖会的时候说到 这个说话 是将我完全改变的 这句说话是说什么呢 如果上帝是呼召你 去做一件事 他一定给你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忍耐 去完成 他要完成 你不要想着 你为上帝做什么 你是想着 上帝要你做什么 因为这一个的看法 将我释放出去 如果上帝是要我 做一个传道人 就算我多笨都好 就算我多没能力都好 就算我多如绝都好 上帝一定给我有足够的能力 有足够的时间 去造成 他要我去做的东西 不是我要做的东西 就因为这个观念 改变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会死的 希腊会拿你的命 耶稣说 今天明天 我仍然去传道 我仍然去赶鬼 我仍然去医命 但是后天怎么样 这样我相信上帝 会有足够的能力 要我去完成 去要完成的东西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 一个好做的 上帝给你有儿女 上帝给你有工作 上帝给你有教会的侍奉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 利友不递 哎呀 怎样 我这里不行 那里不行 但如果上帝给你的时候 他有比较你足够的能力 忍耐智慧 去造成 他要你完成的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神啊 我作者女请差遣 就好像耶稣一样 接着耶稣 虽然耶稣没有 明知道耶路撒冷是有危险的 明知山中有苦 迎向山中行 原因是何在 因为他看到一件事 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他就毫无巨疑 有些什么值得去去怕 我常问我自己 会不会很多时候 我们在恐惧之中生活 我们怕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忧虑 就是因为怕 怕失去健康 失去亲人 怕失败 怕失去拥有现在有的东西 以我这样做会怎样 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东西 是我们的靠山来的 那些靠山如果没有了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了安全感 但我们试试转念 我们的靠山不是这些 不是我们的职业 不是我们的钱财 不是我们的健康 这些不是我们的靠山 我们的靠山是主耶稣 我们的靠山不是钱不是人多 不是这些 不是靠山是耶和华 上次是耶和华 收嘴是耶和华 或者耶和华所值得清重 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好 我们再来看看第34节 第35节 小鸡的无知 34节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缝 猜献到你这女罗的日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象没有鸡聚集 在翅膀底下 只善你们 不愿意 看下你们的家 成为方娘 方长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到你们说 奉主命来是应当清重的 耶稣承接第33节 先知在耶路撒冷外 丧命是不可能的 意思就是说 所有先知在耶路撒冷丧命 在以外是不可能 因为上帝断定的事 他就一定会成就 我们的招 耶稣在这个时候 就是个焦点放在耶路撒冷 到了34节的时候 一开始就说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很明显 这里不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他将耶路撒冷 是人格化了 是指到耶路撒冷里面 住住的人 他怎么说的 你们常杀害先知 耶稣用小鸡来比喻耶路撒冷 又用石头打死了 逢差彦来的 这些人 先知来到当中 你就去害他们 所以很明显 耶稣不是说的地方 耶稣是想到在旧的时代 那个异象 当圣经里面 在旧的圣经 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说到上帝的子民 而不是说到地方 地域的城 所以从合意来说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是指到犹太人 但从广义来说 不单止犹太人 是指所有人 包括你和我 今天不少的世界 有不少的宣教士 去到这些传道 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被殉道 多少多少传道人 是伊赖赫 是阿富汗 是殉道 中国信徒也是如此 多少的中国信徒 在过去一百年里面 是犧牲了 但是奇怪 虽然这帮人 是这样陷害 虽然这帮人 是这样去诋毁宣教士 去敌党基督教 但神仍然怜悯他们 神仍然爱护他们 好像母鸡 将小鸡聚集在翅膀下 这件事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我们就以为 我们一定要报 有仇不报 非君子 你这样害我上帝 砍低他 一脚踢死他 我就想到 在几年前 有一出戏 那出戏就叫做 矛的尖端 the end of the spear 就是那个矛的端 故事是讲到很多年 好几年 1950年代 有五个美国青年人 都是Whiton大学毕业的 一些高材生 去到中美南美的地方 一些红番区的地方 去到做宣教 他开头就有飞机 运来运去 这些红番区 是未开化 是杀人 食人族 而且他们自己本身 斗来斗去 始终有一天 他们会斗死了 这帮五个美国的宣教士 就很想去到那里 去传福音给他们 开头他们很小心 就在飞机运来运去 然后就调一些 粮食 调一些东西下去 见到那些人 似乎又拿来吃 他以为 他以为是应该安全了 于是那些飞机 就降落在那里 怎么知道一出来的时候 整班土人就围住他们 有着觉将他们打死 当时美国的报纸 全部都埋起 其中包括 这个Elliot 个个都觉得很可惜 没有人想到 这个耶稣 这一套戏就是说 一个子 回到那里的地方 当时一个长老 带他去 最感动的 就是 那个长老 拿着那张帽 对着 Steve 即是那个儿子 说 Steve 是我亲手 用这一支帽 将你爸爸 锁死 现在 请你用这支帽 将我锁死 Steve 当时说一句说话 不是你拿着我爸爸的名字 是上帝 将我爸爸的生命 献给你 就是把这支帽 截断你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一出戏 不是很久之前到的 这一出戏 一个很有名的 这一出戏 The End of the Spirit 好感动 就好像耶稣在这里所说 神仍然怜悯他们 爱护他们 就好像母鸡 将小鸡聚集到翅膀下 有多次愿意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 呼唤他们 这个还有机会 结果怎么样 他们仍然不去听上帝的说话 仍然拦了上帝的计划 你们的家 成了方长留给你们 这一句是来自耶利米书第十九章 四章节 描述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 上帝仍然给了一个机会 但是他们竟然之间不听 成为了何等方良的一样 另一个结果就是 你们从今以后不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时应当清重的 什么意思 耶稣说 从今以后不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时应当清重的 你一听到这句的时候 你就想到耶稣都入耶路撒冷 当耶稣都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就拿着一个宗树 就说 奉主明来的时应当清重的 奉主明来的时应当清重的 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 你们从今以后不得再见我 直到我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但我觉得这个不对的解法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你们从今以后不得再见我 直到我进入这个圣殿 事实上这帮人 常常都见到耶稣 没有说没有见到耶稣 所以这里不是指到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这里指到什么 最后一句 直指到 你悔改认罪 你们从今不得再见我 直到你们奉主明 去祈求悔改认罪的时候 我就与你同在 意思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一天 还是这样的态度 敌党上帝的态度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见到 耶稣基督就是我救主 直到有一天 你会离开 这个离开 你的罪恶 接受耶稣基督 昨天我在President有一个查经班 有一个弟兄 七十几百岁 他很醒目的 他来了教会很多年 一直都不信主 而且他那些是一言九鼎 你说一句他就鼎你九句 似乎很有道理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真是幸好你来了 因为往往你问这些问题 就变成了是我的导航员 让我更加可以说福音 他很顺利的 一直有来 直到 昨天 我们叫他信耶稣 开始我就说 不信的 我们中国人不会信犹太人的吗 耶稣基督不只是犹太人 犹太人反而不信 很奇怪 昨天我们在查经班里 一起有守圣餐 他突然跟我说 牧师我可不可以守圣餐 我就跟他说 除非你是基督徒 重新得到基督徒 如果你不是 不可以守圣餐 我相信 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决定 跟着就领先了 但不是很多人 很多人仍然是硬着心 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 你们不得见我 直到你抛弃了 你的偏见 悔改 认罪 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在你里面 我们有什么结论 神在这段圣经有什么结论 一个很大的安慰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在历史里面 不少人去攻击这个教会 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第二 耶稣基督无惧 因为他知道 神要去做这份工 神要去完成这个使命 就一定会完成到底 今天 我们会不会看到 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 是神要我们去做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何有巨发 怕我们没有能力 怕我们没有资格 第三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上帝仍然在等候着我们 仍然宽容 就好像我们小鸡迷失路 母鸡仍然是叫我们 在他翅膀里面 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去悔改认罪 回到主的时候 我们成为何等的帮场 求主帮助我们 神反我们这里教会在这个地方 完全不是偶然的 这几年我回到美国的时候 有不少机会都去过加拿大 其他地方 我就发觉 我发现整个北美洲的广东话教会一直是走效果 越来越少人 反而普通话教会越来越多 但只有一个地方 是例外的 唐人坊 唐人坊还有很多 是讲广东话 还有很多未信主的人 越来越多 神就放了我们在这里 很多人 很多教会都离开唐人坊去第二个地方 但上帝还放我们三凡之伯道户在这里 一定是他的心意 我们 这个就是耶路撒满 我们会不会看得重 上帝给我们这个挑点 然后 好 我们就去 不是因为我们有点灵 而是上帝要我们去完成 他要我们去完成 请我们同心低头和同祈祷 今天我们就一次多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小鸡 有耶稣基督一个母鸡 呼着我们在他翅膀里面 教到我们不会成为何等的方畅 叫我们能够去依靠你 无所惧怕 因为你一定会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 你要我们完成 我们多谢主 祈祷奉耶稣基督永求 وم国 有这个 所以 собствен%&